晚上好呀 前几天做的韩式辣酱还记得吗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韩式的辣鸡爪 甜辣入味,超级软糯 一点也不比餐厅的差 准备一斤半鸡爪 洗干净后剪去指甲 然后用刀切小块一些 把切好的鸡爪冷水放入锅中 加入一些姜片,葱段 两勺料酒 煮开以后撇去表面的浮沫 然后再煮10分钟 将鸡爪捞出来 沥干表面的水分 接下来调一个蜜汁酱汁 两勺韩式辣酱 生抽两勺,老抽半勺 料酒两勺,蚝油一勺 糖一勺,辣椒粉一勺拌匀 锅中倒入少许食用油 加入两大勺蒜末,翻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鸡爪,翻炒一会儿 加入刚刚调好的料汁,翻炒均匀 倒入两大碗清水 盖上盖子,炖30分钟 鸡爪炖软以后,撒上少许芝麻 翻拌均匀 家里面如果有年糕或是泡面 也可以放进去一起煮 具好吃,具入味 这样做鸡爪甜辣软弱 一点也不比餐厅差哦 早安